11月1日上午,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新闻发布会,六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会议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。 10月28日至31日,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。 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,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辉介绍,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,成果封硕,影响深远,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。 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决定,决定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全面回答了,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,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。 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、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,应该说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,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。 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。 所以总之,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。 王小辉指出,这次全会的决定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,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深化和展开,也做出了许多新的部署和新的安排。 一个是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,第二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,三是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。 那么我们相信,决定的贯彻实施,必将对构建系统完备,科学规范,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,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 关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,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,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,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。 此次全会也提出,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,实施更大范围,更宽领域,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。 就是要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,要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,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,大幅放宽市场准入。 在更多的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者是独资经营,推动贸易和投资,自由化、便利化。 健全外资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,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优质营商环境。 韩文秀指出,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,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,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,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,同各国互利共赢的广度和深度会不断拓展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